柯文哲當然要把他的立場說清楚 為什麼要藍白河 藍白河就是核主聯合政府才叫藍白河 你不核主聯合政府 你藍白河有什麼意義呢 那為什麼要核主聯合政府 核主聯合政府就要下架民進黨 拿到民進黨你不下架了 用聯合政府能上台 就是個基本邏輯 那你要主聯合政府 大家都要把自己最忌諱的事情提出來談 你怎麼主聯合政府 你主張台獨我不主張台獨 到我們這個聯合政府怎麼搞 這是個核心的一個基本問題 所以我當然不認為柯文哲是支持台獨 但是他這個問題 他也應該在聯合政府 要主聯合政府除了在聯合政府怎麼組織 聯合政府怎麼運作 還有聯合政府的基本政策綱引是什麼 就當然要談清楚 那談好了說要主聯合政府 我們再來談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就是說 那我們這個主聯合政府 總該有一個人選總統 有一個人選副總統 該怎麼弄 所以我前幾天我要大力批判黃珊珊的說法 搞什麼聯合政府 他以為聯合政府台北市政府 我如果柯文哲選上了以後 我可以國民黨挑幾個人 民進黨挑幾個人 那叫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政治學上只有一個定義 黨對黨的聯合 沒有說個人挑一挑這個叫聯合政府了 那是個笑話 那是一個沒有政治學識沒有政治常識的說法 我這樣批判夠激烈了吧 我說如果要搞你不搞聯合政府 搞了假的聯合政府 那就不必藍白河了嘛 再見對不對 何必呢 大家各選各的各賓本事啊 我是最早支持藍白河的 我最早支持聯合政府 而且公開主張認為 柯侯佩才能夠當選 侯科佩還不一定能夠當選 我是看民調啊 我坦白真是看民調啊 那國民黨這個金普聰 搞了一個所謂的開放式民主初選 我不客氣的講 現在所有敢幫這個金普聰的 這個開放助選的 區域立委沒幾個 講的也都客客氣氣 有氣無力 為什麼 你再丁你一句話 你開放民主初選這麼好 你國民黨用過沒有 你用過沒有 沒用過你在講什麼 第二個問題更簡單啊 你國民黨連那個區域立委 所要提名的時候 搞個黨員初選 就吵個牢半天啊 看像話嗎 前段時間台北市信義區 不是這樣子嗎 變成你在保障某些 老立委用的嘛 所以我是覺得 國民黨不能辦一場 這種東西把自己搞得顏面掃地 你金普聰已經一再宣稱說 侯友宜的民調贏過了柯文哲了 你為什麼不辦民調 你在民調上去挑剔方法 這我百分之百同意 說什麼 手機民調 私化民調 哪一個比較好 現在沒有定論 都可以 都可以 一千分不夠弄三千分 三千分不夠弄五千分嘛 這不是問題嘛 可是你推出一個 開放式民調初選 就出現兩個大漏洞 第一個漏洞就是說 你國民黨不敢比民調 那你前段時間講說 侯友宜民調贏過柯文哲 你騙人了嗎 那第二個更嚴重一點的 你開放民主初選 你國民黨用73個四黨部 稍微有點政治學常識人都知道 美國的所謂的開放初選 是由州政府公辦的 沒有民間 為什麼 因為他的投票所要普及性 投票所的數目要跟大選差不多 你國民黨73個投票所就可以選了 這什麼 這比那個民調抽樣 抽不到200個更糟糕 這說不通的嘛 你把國民黨顏面 踩在地上少 這不對嘛 報紙上都講說 包括中國時報 要大開大合 至於說 這個聯合政府談好了就談 如果民眾黨不想談聯合政府 他還想跟民進黨眉來眼去 那就再見吧 這有什麼好喝的 如果大家願意遵守 一個聯合政府的基本綱領 大家公平比賽嘛 民調嘛 就好吧 你覺得總統很重要 我們就抽個6000份 這樣可以了吧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事情弄到最右指上 在講的叫推折比賽 就南白不合 以後我就把責任推給對方 比方說黃珊珊有沒有幹這個事 有啊 金普中有沒有幹這個事 有啊 大家還沒有談如何合 就準備要推卸責任的嘛 那選民看在眼裡面 最倒楣是誰 我不客氣講 到時候最慘的是國民黨 為什麼 民眾黨反正 對不起啊 許虎 就小貓兩三隻 就是頂過八個立委吧 能幹嘛 對不對 輸也沒什麼了不起啊 對不對 國民黨加大越大 輸了才慘 我跟你講 所以這一場可以贏的東西 玩到這種不能贏 實在看起來令人非常難過 超過一半的民意 是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為的是要下架貪腐的政決嘛 所以對於無色覺醒的老百姓來說 誰贈誰負 大家是不關心的 所以究竟誰贈誰負 將是考驗智慧 而且是氣度的展現 藍白雙方必須要設身處地 為對方來著想 要深知對方的優距 做完滿的規劃不是嗎 好 中國時報的社論就提醒了 算是必要的妥協條件 要能讓才能夠真正的展現出 主帥的智慧 還有氣度 而藍白雙方的合作 現在叫做時事所逼 也是民意之所向 如果藍白不合 那是不是就顯示侯科 沒主見也沒有智慧呢 而臺灣會繼續由貪腐的民進黨執政 一路把臺灣帶上戰爭的深淵 所以我們就講得不客氣一點 我們問一下介大使 你怎麼看 如果說藍白真的合不起來 最後是不是就是顯示侯跟科 根本都沒有主見也沒有智慧嗎 最後當然決定還是侯跟科兩個人 我們這個有一句老話 叫嚴王好見 小鬼難纏 這個現在我覺得就是說 整個目前為止的話 好像就是說讓子彈再飛吧 不過這兩個人應該 不管是柯P還是侯友誼 都心裡很清楚 他們兩個不合的話 基本上就通通sayonana 然後淪為歷史的罪人 會讓自己的支持者 永遠會記住他們的愚蠢 所以我認為他還是有點機會 還是有點機會 不過這個讓子彈飛 讓下面人去吵架 在那邊演一場 好像大家都怎麼樣 大家都很顧及自己的立場 這場戲也該似可而止了 時候到的話還是要趕快 那麼兩個人趕快彼此見面 要不然我倒想到 有一個人非常適合 這個現在你各找自己的屬下 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們都辦過 我們都當過差的 我們都跟過著 你上面的 你永遠是在揣摩上面的意思 對不對 人家叫 為什麼叫擦之毫厘 失之千里 對不對 上面說你往對面走一寸 下面一定走兩寸 為什麼 他討好你上面的人 他知道老闆是誰 這個是非常容易解釋 所以要找一個人 基本上本身要有政治實力 然後呢 跟雙方都有極高的交情 然後可以信賴 談判最重要的信賴 還是要懂談判 那怎麼樣找什麼人 我認為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跟柯P的交情很好 然後呢 韓國瑜在國民黨裡面 他的聲望高於現在國民黨的很多人 在民間的聲望 他有那個條件 政治講的是什麼 政治講的是人 你要找一個適合的人 然後能夠順服的 人家能夠幸福的人 然後呢 最主要當事人能夠信任的人 我想韓國瑜自己講 也要當統哭嘛 對 他也自己講過嘛 他知道他自己的能 在這個能耐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與其讓這個 兩邊讓下面的子 兩邊這個阻塞讓子彈飛 你要小心一點 傷到最後這個流彈 傷到最後 你兩邊都沒辦法收拾的時候 你這個局就被自己搞破了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不要再叫放任下面的這些 你授權也不清楚 你底線也沒畫清楚 你叫這些人談判的人 都在那邊抓瞎 都在那邊怎麼樣 都在那邊盡量表現 甚至有人還為了自己 自己以為抓到什麼大 什麼什麼什麼政治大獎 在那邊各作搞自己的這種聲望 這都是不愚蠢的 真的 最後我們還是考驗一下 這個不管是柯癖也好 還是侯友宜 胸襟氣度 最重要智慧 只有他們兩個人才能決定 那現在這樣搞下去的話 事實上的話 在消耗著他們兩個人的支持者 對他們的這種 對他們的這種支持 遲早消耗他們自己 那反正結果很清楚 你不合作 兩個都變成什麼 兩個都sayonana 就不要玩了 那你們在歷史上定位 就是兩個愚蠢的蠢蛋 兩個智障人士 那你們現在好好思維一下 找一個最適合的人 我是在這邊建議就是韓國瑜 放眼台灣 2300萬人 我覺得能夠在他們中間 扮演一個 還有一些分量的人 對他們兩個人都有分量 對我們站在旁邊的群眾 我們也認為他有分量的 就是韓國瑜 然後我是大聲呼籲 談判要看人 不過決定還是看主帥的智慧 主帥你不會打仗 你再好的獅子軍團 就變成一群什麼 一群什麼 一群這種 蝦兵蟹將 成與敗就在你們兩個人